- 暗珠- 出珠- 光珠- 這樣有減傷了吧 - 然後combo又沒6C 又沒傷害 - 5C 沒傷害 - 因為有沒有消到6C 傷害3.5x3.5 傷害差多少 - 3.5x3.5x3.5 倍率差12倍啦 有沒有消到差太多了 - 9.5x3.5x3.5x3.5x4.5x3.5x2 - 火珠 沒火珠 但是我們要減傷的話 還是要消到這個... 光暗星齁 - 消到光暗星它就會變很癢 - 就算你沒有照紅綠燈 它還是有減傷在 其實這邊你可以慢慢存艾斯卡諾 這邊可以存到有為止 後面就一定會有艾斯卡諾可以變身 剛好有火珠 6億 打開圓上 反正他的這個 副作用很低啊 因為這隊回復力太高了 直接給他一個 弓拳盾有沒有辦法過啊 看一下 5顆光伏死的時候 5 4弓拳盾 直接光起手 然後這個9combo齁 直接開變身 加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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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45 好 3 拳 8 4 4 9 開固定版面 開這個變身 呃...這竟然開它 然後...這樣子 COMBO才有6C 不然沒天降5C的話沒傷害 64億 艾斯卡諾有變身了啦 有變身 這邊...可以變了 火珠 1%空我 Blake哪個隊伍玩下來最適合玩全人 絕對是空我啊 空我那個... 比較適合 1%我覺得玩全木也蠻強的啊 1% 空我Blake只可以全人 哦...對啊 1%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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2% 可是它這下有Bug喔 追打...它就這個... 追打它就不會復活 哦...這一次沒有...沒有發動 這一次沒發動 那再打它一次 龍科 要選哪一個啊 無視無數盾 開這個好了 固定版面 昇華劍全吃 這邊其實是打34億 因為他的血 減傷是90% 這邊拼圖我想一下 剛剛是怎麼說 拼圖是開 項羽嗎 對不對 其實這樣子也可以 然後開項羽 點光吧 點光 這樣吧 然後靠那個 善意 打過去 可以啊 二子一 照著看某轉 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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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實就算這邊沒有轉到啊 我覺得也不會死 因為他有減傷 這一關 這一關他不是無視減傷 所以 減傷80%應該是撐得住的 啊 多消1C 這樣會被打到 但是我們有減傷在 所以不會痛 他有特效 被打他有特效 有用心啊 好 最後一關 這邊的話他是無鼠盾 直接艾斯卡諾吧 艾斯卡諾或者是 對 隊員有無視無鼠盾 光火暗開始轉珠 火暗開始轉珠 隊長戰友無視無鼠盾 有沒有看到 火暗開始轉喔 手消多於一種福祉 減傷25% 火暗開始轉珠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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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誒? 過了過了 好了 無視無數盾 這隊的血非常的少只有三萬五 但是減傷很高 所以我覺得每個隊伍的 四個大甲的特色都不太一樣 不能這樣講 不妙